记者欧素美台中报道,我是卖独的,台中市和平区农会理事长张秦赵的自我介绍,令人大惊。 原来他原本在离山贩售农药,有感于农药有爱人体健康, 23年前金盆洗手,改邪归正设立离山七邦有机茶原种及有机茶, 并取得行政院农委会CASU级农产品及APAC国立中心大学农产品检测纪验证中心双重验证, 成为高海拔离山地区唯一的有机茶原,64岁的张钦赵,老家驻东市, 年轻就到离山开创事业卖起农药,原本冰冷,烟不离手的他, 1988年,和农药堂同夜到夏威夷旅游,大伙聚在饭店房间抽烟, 没想到农烟竟引来饭店竟爆气大作,他笑说,差点被无以为火烧饭店, 还好消防人员还没喷水就火,否则还得赔偿饭店损失, 因为鸡烟出事,吃槟榔不好看,张钦赵先后借槟榔又借烟, 1995年更在离山买种植有机茶,收掉农药行, 他笑说,很多朋友看他借冰冷又借烟,还以为他身体出状况, 其实,他只是有感于健康最重要,而且农药稳久了,对身体也不好, 张钦赵说,一开始种有机茶,2.5甲的茶园,茶树小,杂草长, 人工储草一月一次要20多万元,前三年几乎都没有收成,之后慢慢可以采收, 他并投资1500万设立茶厂,并引进离山地区第一台制作红茶的柔年机, 生产高山茶及红茶,不仅在国道服务区销售,连外国人也分来参观采购, 因张钦赵坚持有机耕作,又擅土地,茶园最近除草石,还在茶树下发现蓝副咸下的蛋, 现实有机茶园有助于生态保育,让张钦赵十分开心。